前两天在我的视频里 有出现两只的狮子鱼 然后就有好多朋友问我 狮子鱼好吃吗 由于狮子鱼啊 它的刺上是有剧毒的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那想法 今天我的想法变了 还是想挑战一下 但是在下海之前 朋友们先听一下 我对狮子鱼的小小科普 狮子鱼看起来非常艳丽 但实际上 它是海洋中最危险的 入侵者之一 人们第一次发现狮子鱼 在1985年的佛罗里达州 但仅仅在短短的15年里 狮子鱼便不受控制地 蔓延世界各地 再加上狮子鱼的食量精人 半小时就能吃掉30条小鱼 而且都以各种珊瑚鱼为食 所以狮子鱼也是珊瑚礁的噩梦 狮子鱼几乎没有天敌 因为它身上的刺含有剧毒 加上狮子鱼的防止能力精人 因此对海洋生态系统 也产生了巨大的连锁环印 OK 狮子鱼的小小科普就到这 接下来看看我是怎么捕抓和烹饪狮子鱼的 朋友们早上好 现在是9点44 但是狮子鱼它比较难找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然后就是找到 我怎么拿上来 我剪刀忘了带 你去帮我剪刀拿一下 剪刀我要把它的刺剪了 不然拿不上来的 狮子鱼的毒性就是不会致能于死 但是会很疼很疼很疼 就在酒店的前面这里 看一下有没有 我估计没得个两个多小时 真的下不来 东西就换这边上 经常潜水的朋友记得买一把这个刀 防身用 然后下海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也不太好 八爪鱼都是被它搞定的 现在我们开始 这里估计他们是在喂这个摇鱼 全部都在这边 吓我 好多人啊 OK OK 我们不看了 我们要找狮子鱼 现在我们开始了 在找狮子鱼之前呢 先带你们去判一下鲨鱼 因为在码头附近有鲨鱼 护士鱼 在找狮子鱼之前呢 先带你们去判一下鲨鱼 因为在码头附近有鲨鱼 护士鱼 一向着往我身边游过 我是看鲨鱼的 没想到那个摇鱼过来抢劲 护士鱼是世界上最温顺的鲨鱼 因此不会攻击和伤害人类 所以大家就别问我 为什么敢离鲨鱼那么近 那两只摇鱼干嘛 整根的我鲨鱼 我们看的差不多了 现在开始找狮子鱼 希望我今天游戏非常好 OK 在追这只海龟的时候 居然被我发现一只大龙虾 所以我就放弃追逐海龟了 知道我下面看到什么吗 我看到一只卢虾 马头附近有卢虾 我看大不大好 大了就把它收了 平常还要花200元才能抓到龙虾 今天太幸运了 不要花钱就抓到龙虾了 OK 现在我们继续 找了好久 终于被我找到狮子鱼了 那你们看一下在哪里啊 第一只第一只 哦 先我要看怎么把它搭下来 不让它的刺被它扎下去玩 终于处理好了 现在我们要抓第二只 而是你们要抓到独播 像蛇 了 缸 走 再衣 再上 再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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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只 烧了 再一下废旧的洗衣机就发现了两只 瘦了 瘦了 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噢 这只最大 今天弄得最大了 今天弄得最大了 不是折得特别深 现在的感觉就是有点刺吐 我们回去 也弄了两个多小时 现在最主要的是看手怎么弄 有点麻了 Caesar is home Caesar is home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